什么事啊 还用问吗 咱们落难的时候也没见过 人家发过一兵一竹来支援 要不然 老猜也不会死 现在发见门户人 肯定是来问候的 假惺惺的 硬碰飞让小鬼子给抓了 你们俩不都是在做说偷乌龟吗 他肯定是怕咱们根据地守不住 想用唯唯救赵这招 把鬼子引回去 结果 让小鬼子给算计了 那 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啊 救 老板 这匹布物怎么卖啊 啊一块大洋一匹 不可以 好 人家 咱们 会给你 咱们改天怎么办 啊 您慢走啊 好 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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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救人了 咱们压根就是去送死的 要我说 咱就做做样子算了 让国民党知道 咱也没有袖手旁观就行了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有个屁道理 大小鬼子 不用你在这给我装 那可就真没办法了呀 跟他们换 换什么呀 换宁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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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把部队给我带过来 我们能不能顺利的离开这儿 就看你了 好 哦 黄会长你来了 这是 罗征 那坛五十年的陈浆样准备好了吧 黄会长 那酒去年我给卖了 放屁 你老小子想蒙我是吗 谁不知道那坛子酒是你的命根子 说卖就卖了 鬼才相信 我告诉你 老征 一会儿给我送过去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黄会长 你也知道 那坛老酒啊 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你就这样拿走了 我们家以后 这生活怎么过呀 少废话 郑老哥 不是我说你 眼光放长远一点 不就是一坛子酒吗 只要日本人能满意 以后你这生意能错得了吗 我这也是为你好 赶紧准备吧 cross 赶紧准备 好干 好干饶命 好干饶命 别动 别动 走 黄会长 不敢不敢 小的黄定帮 只要大爷您能饶我一命 我这里的东西随便您拿 随便 黄会长你不用怕 我们这次 是想向您打听个事的 您尽管问 尽管问 你刚刚去镇上 是去买酒了 是是是 给谁买的 我可听说 黄会长 是不喝酒的 是亲戚托我买的 好吧 既然黄会长不想说实话 对不住了 哎呀 说不住啊 大爷饶命 您老人家真是神通广大 我的确不占酒 那个酒是 是 是给山本太君的 山本喜欢喝酒 对 这小子嗜酒如命 就是他让我替他找的好酒 都听清楚了 同在了 那就按计划行事 酒什么时候送过来 一会儿学到 你什么时候给他送过去 就今天晚上 灯梅 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 晚上准备抓鱼 嗯 黄会长 你可要千万千万多替我 每言几句啊 这可是我的命干净了 行啦 行啦 别过 我一定会跟你们压着 走 大爷 酒来了 接下来怎么安排 我听你的 二牛 机关弄好了 好 离仗 好 把酒倒进去 咱们准备吧 这坛子酒 应该是郑老板的命根子吧 黄会长 你经常替山本找酒 想必 家里应该还有不少存货吧 大爷 您真是神机妙算 有 等着 我这就给您拿去 我看 何仲义 这是什么呀 门含药 藏没着 你咋还有这种东西 对付这帮小鬼子 什么招都得用 管他们多干什么 快去 卡塔 你 奇妙 報告 今後到達 去那邊 委長 什麼在局 五十年的陈娘老酒 我给你弄来了 よし 要尝一尝 我要尝一尝 这个酒 说做尽量 味道香奴啊 学舅的味道怎么奇怪 三本的衣裳 啊 啊 三本大军 把酒倒了 给黄领帮 换上山本的衣裳 站住 慢着点慢着点 来来来放下 这酒为什么要抬走 黄会长呢 山本太军说 这酒不好喝 所以让我们把他送走 黄会长 正在里边挨骂呢 酒不好 不是说五十年沉酿吗 是啊 但是太军不喜欢 我也没办法 抬走吧 等一下 这么着 我给您弄一口 您尝尝好喝不好喝 不不不 山本大佐喜欢饮酒 那是因为他英雄豪气 我作为他的副手 应该时刻保持警醒 为大佐分忧 好了 抬走吧 走 走 是不是 我认识我认识你 你想干什么 哎 我想跟你 谈一笔声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资格跟我谈声音 哎 哈哈哈哈 哎 现在 你人就在这儿 我要拿你的命 换宁 彭妃的命 适合 怒 我认识你